大家好,我是刀车请故意,只做有意思的辙志 本期视频我们来辙一个大卫之星 大卫之星也叫大卫盾,六芒星,犹太星,所罗门封印 以色列国籍上的标志就是大卫之星 传说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第二代国王,大卫用的盾 那个非常出名的大卫雕像,雕刻的就是这个大卫王 大卫建立了统一而强盛的以色列王国 对犹太民族和世界都产生了影响 现在的六芒星不仅是犹太教的标志 更是世界流行的符号 六芒星被西方认为是具有魔法,能辟邪,能带来好运的宗教符号 因此经常被设计在项链,吊坠,耳环等饰品上 同时被当作护身符 今天我们来折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卫之星,拥有自己的护身符 这个是用A4纸裁成的正方形折的 这三个是用15厘米的正方形折的 这几种纸都是我店铺里大礼包里面的折纸 第一步把它横向纵向分别四等分 变成4乘4的16个小方格 上下对折 上下两颗边向中间对折 寻成90度,同样的折法 我们先把上面打开 这里需要看一下折痕 用左手的食指抵住中间这根线 而右边这条边斜着向上翻 翻到什么位置呢 让上面这个角与竖直的这条纸痕相揪 然后把它压平 横圆 左边也是同样 好了,然后打开 整体打开 转到另一头 同样的折法 折好之后 把它这样旋转90度 把上面向后面对折 用左手抵住中间的这条折痕 将上边这样斜着向下折 让这个尖角与这条竖直的折痕对齐 然后把这里压出一条折痕 翻到背面 将这条边向着这条边对齐 然后把它打开 翻回到正面 打开 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交叉点 和这个交叉点 过这两个交叉点 连一条线 整体向上对折 压出一条新的折痕 转到另一头 同样的折法 过这两个交叉点 向上折 然后我们把它旋转90度 我们看一下 中间的部分 已经是一个正六边形了 下面开始整理折痕 把这条边和这条边先整理出来 同时向下压 立起来这部分呢 随便放到一边 然后把这条折痕折出来 右边向里面折 这里本身有一条折痕 就这样向下顺势压平就可以了 然后左边也是同样的 向里面折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条折痕 这样向下顺势压平 折好之后呢 把它都打开 转到另一头 同样的折法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再旋转90度 两边捏在这里 把中间这个正六边形 写线出来 然后记着这条斜的对角线 让它是向上突起的折痕 这样顺势向里面推 然后这边呢 它会自然的就向里面收缩了 这边也是向里面收缩的 上面那个自然的就会向右边靠 下面的自然的就会向左边靠 然后这样慢慢往里收 就是这样了 然后立着的这部分呢 把它靠到右边 翻过来 也是靠到右边 好 刚才这里是比较难的 只要刚才那里折会了 后面呢 就都很简单了 然后把下面这里 这样向上折一下 翻过来 再向上折一下 然后上面这里 这样 打开 看一下你们手里的纸 折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形状的 然后下面处理细节部分 上边呢 过这个点 把这个纸 这样向下折 左边跟下面这条折痕对齐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下面一条折痕 其实它们是在一条线上的 折完之后呢 把这个角 塞到这个里面 然后转到另一头 同样的折法 然后我们看这条线 把这个纸 顺着这条线的方向 先下折 左边呢 正好折到这个 正柳背形的一个角上 折下来的部分 跟这条边是对齐的 然后顺势向里面压平 把上面这层纸 塞到这个下面 好 转到另外一边 同样的折法 折完之后 翻到背面 我们用一个角对着自己 这两点之间连一条线 把下面向上对折 这里会多出一个小角 以后呢 剩余的那五个角 都是会向里折一下 但是有两个角 这里是没有多余的小角的 就不用管它 如果它现在存在多余了 我们就把下面这个角 向上折一下 然后打开 把它塞到这个里面 上面那个向下打开 顶点向刚才的折痕对折 然后再还原 然后转一个角 同样的折法 先向中心对折 你看这里就没有 多出来那个小角 打开 向上折 然后现在剩最后一个角了 该怎么折呢 我们这样 先把左边这个稍微打开一下 然后把这个角 向中心对折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样向下压平 然后打开 把这个角 像刚才的折痕 对折一下 然后呢 左边这里 把刚才那个都打开 然后再向里对折 这左边呢 就直接把这个 这样看吧 就直接把这个边 折到最中间 那个位置 看清了吗 然后再把左边这个还原 先向里面折一下 整体再折上 加平 好了 这样一个六萌星就折好了 你也来折一个 当做自己的护身符吧 我是倒车请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折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